出国前报道得排队 抵达日本通关也得排队 疫情后到日本旅游 光是入境就得花不少时间 如果不想排队 或许可以有不同选择 到日本中国地方游玩 也就是广岛县 岛根县 鸟曲县 山口县和岗山县 大家或许不一定要经由大型机场 岗山淘太郎机场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岗山机场的路口处 还能看到淘太郎和白狗 猴子与稚鸡的雕像 因为淘太郎 可是岗山人为他们的机场 选出的绰号 机场里不只到处能看到 淘太郎的艺术创作 就连商店里卖的 也全是淘太郎商品 桃的味道 岗山的桃的桃味道 桃味道的桃味道 这种东西是非常人気的 后疫情时代 岗山机场第一个恢复的国际航点 就是台北 而且5月27号以后 一周七天天天有航班 相关日本关系 以南的城市从岗山中转 或许是一个好选择 TVBS新闻 陈建民 郭展玉 在剧本岗山的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